五萬九歲沒要出來談 投票信案押平 白開再說錢 射前恐嚇取財 妨礙秘密罪 切刀罪 再來你還有射前恐嚇維吓安全罪 王盛南柱頭來聽這個憲兵隊調查人員 一條一條算幾票上面的罪名 老實還獲一個人 用這個評判想白開 頂哥會找到好意利用 教育亂貼實施新財 讓人老批會 25歲做博物業賣費費 調工用五萬塊的關係 嚇出博物業賣費出來談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當暗的博物調工 對平東高校高雄建國路飯店交易 想不到一口卡來都失貴 當這個博物業賣費一頓問 就叫他生氣生苦 賺他早上新婚禁到現金一千塊 所以把平板採取好 落下兩個人請白蓮的眼皮 完事後拍到不僅記了五萬塊 還把博物業賺一頓的鴨皮拿來 為博物業賺一頓 用一萬塊跟鴨皮賺一頓 還不然就要四個團 像說報警就要向家人報 向白開還向共青 博物業賺一頓冰檔後來三天後 向憲民隊報案 憲民隊佳林手慶豐 看博物業賺到 落下金的時候當中台報 慶豐也在平板裡面 發現很多藍色品 男主角都是他 還要來擴大青山 心想其他的相愛者 他這個博物業賺 也讓他社會第四位 給發發一千五百塊去挑 電影中心 高雄博物 做一切 前次呢 不好了 今天想enko 李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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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砰